KLCR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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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股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个公共假期 因为开载 开载 开载 所以今天马股是没有交易的 看回昨天 马股大事而言 又是回调 KLCR 昨天跌了2.96 收在1,422.11 然后下跌了高的446个 上涨的只有358个 所以马股这段期间 基本上而言还是在上下横摆 还在那边横摆 不过昨天有一个股很凶 SMRT 标了8.1% 因为这支股 最近就有消息 它要收购一家科技公司做IoT的 就是Internet of Things 这一家公司 它要转型 它要转型 已经变成一个科技公司了 可能市场就看好 所以这段期间 SMRT股价也是起了不少 讲之前来一个小小广告 我本身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OK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收股息 你希望你买的股票股价可以上涨的话 所以比如说之前我有选一支股 Ewing 它在昨天起了3.3% 收在62.5%的价位 当然产业property的sector 最近很多投行研究都说 产业可以看 因为马来西亚经济好转了 这是一些投行的看法 Ewing这段期间也是起了不少 之前我选它的时候股价26分 它也派了股息半分 这一年3个多月也是有142%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一个6年咯 所以这个选股是每个星期 我会寄一份报告出来 然后上面是根据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一个选股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欢迎 你可以直接来联络我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来潜聊 一家小型的科技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也是很久 没有聊到它了 我觉得有3年左右了 这家公司是K1 Technology Berhad 它的Code是K1 昨天它逆势 起了一个1分钱上来 不错 收在18.5分的价位 看回去年10月份 它的股价只有10.5分 因为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它的业绩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好转 然后整个市场是非常悲观的 对于这家公司 所以它那时候股价只有10.5分 来了一个底部 短短6个月的时间 它的股价飙了76% 这种疯狂涨幅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3年的时间 才会有 它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做到了 股价飙了8分 上来是蛮多的 所大的市值MarketCap 现在1.5亿 小型的一家科技股 把公司是Net Cash 跟蛮多科技公司一样 净现金的状态 它手上的现金高达3736万 所以这家公司手中的现金接近4千万 所以它如果要做收购之类的动作 其实是可以的 它的Current Ratio 2.52倍 然后巨型业绩2月27号出炉 就是它的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你可以看到YOY对比去年 这个季度的Revenue收入是增加了非常多 YOY按年来做比较的话 它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因为去年 去年这个季度 它亏了接近300万 把这个季度它终于Bread Even 小小赚了21万 它的Net Profit 其实对比去年是进步了107% 最近K1有什么消息 什么股价这样凶 就是如果你有追踪K1的话 你会知道它目前的催化剂 就是它的Cloud 它的云端的部门 所讲到云端 可能你会想到美国的Microsoft 因为Microsoft的云端是做到很大的一个生意 当然云端这种科技 是可未来的一个趋势 跑不掉的 越来越多公司会需要用到云端的这个Service K1它的云端当然相信受到市场的投资者的注意 所以最近它又要收购更多股份在云端的业务 就是它在一家印尼公司 其实已经有股份了 这家印尼公司是做Cloud Service的 就是PT Garcia Pacific Indus 它原本已经有15%的股份了 那么它要把它的股份增加到51% 在这家云端的公司 所以如果股份增加到51% 当然就代表说它会控制这一家云端的公司 所以它就要购买多36%的股份在这家公司 那么它是打算跟这个另外一家Shareholder 就是PT Gabura Management Service 来买这个额外的36%的股份 然后付出的代价是460万 OK 460万来买多36%的股份 在这一家云端的公司 Socik它的PDF它有跟你解释的 就是它们很看好 就是印尼那边云端的生意的expansion 印尼当然也是个经济大国 OK那边的经济也是发展到很快 然后如果它的股份能够提升到51%的话 那么在来临的这个财报 这一家公司就会变成一家subsidiary 一家分公司 就是如果它像之前 它的股份只有15%的话 是属于investment 那么如果你股份只有15% 你的这家公司的financial result 不能consolidate进去你整个集团的一个业务 如果它能变成它的一家subsidiary 一家资公司 拥有51%股份的话 那么这家cloud未来的业绩 就是它的revenue跟net profit 会consolidate进整个集团里面 就能够提升整个集团的业绩表现 就是对公司有利的 那么好讲到K1的业务 该说了它有做cloud 就是云端的科技的service 然后它也有做EMS EMS就是电子生产服务 它本身也是有design 设计跟开发电子产品 当然它开发完之后 它就要做大批量的生产 就是EMS的service 电子生产的服务 也是它主要的业务 好我们来看4th quarter financial 22年 我们来对比YOY 去年的这个季度的业绩 该说了对比去年 它的revenue收入是增加了33% 去年的收入只有3570万 来到今年是增加到4740万 原因是今年它的EMS 它的电子部门的sales 来到一个7年的新高 非常不错OK 它的EMS的部门的sales 已经是7年的一个新高 然后它的云端部门的sales 其实也是创纪录的 OK 它的云端的quaterly的sales 也是一个新高 so double新高之化 so它的revenue是起了蛮多的 对比去年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了 对比去年它是来的转亏为盈 去年亏了281万 so今年就小小赚了21万 终于可以不亏本了 好我们来看它的EMS的部门 那么它这个电子制造的部门 它的revenue也增加了40% 去年是2160万 来到今年是3020万 原因是它有一些 它生产的一些灯的model 比较新的 那么这些新的model 在这个季度它的production 有rem out 就是它的生产的数量有所提升 所以这些灯是比较新的 是在它今年第二季度才刚刚推出来的 然后应该是反应不错的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生产的数量 跟它提升上来 然后一些地板floor care 可能是吸尘机之类的一些产品 这个order也是很strong 订单也是很强劲 再加上它也是有卖 这个covid antigen saliva的self test kit covid自我检测的test kit 它说它的sells 还是有所增加 整个部门EMS的收入 是对比去年提升的40% 是蛮高 7年新高的sells 当然它EMS的部门 虽然还在亏着钱 但是亏损的这个数目 已经降低了非常非常多了 如果它的sells继续提升的话 我们可以预见 它的EMS的部门 应该就可以来个break even了 就开始赚钱了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cloud 云端的部门 那个revenue也增加了22% 去年是1410万 来到今年是1720万 它的云端的sells也就增加 它说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找到新的客户 找到新的客户 再加上一些周边产品的销售 也是有所提升的 然后再加上云端的这个科技的接收度 它说这个季度是有所提升 就是可以感受到 整个市场对云端的这个科技的需求 是不断在走高上来 那么再加上它这个季度 云端部门的growth margin 这个毛利润率也是有所提升上来的 so这个部门云端 这个季度的net profit 就有一个110万 ok不错了 它的云端的部门 其实是这个季度 这个利润的贡献者 贡献了net profit110万 so 刚才说了这个季度 它的云端的这个销售 也是来到历史新高了 1720万的revenue 是啊 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当然未来如果它 把那个印尼的cloud的公司 股份提升多36%的话 那么当然它的云端的表现 就会更凶 ok 会表现更好 所掌握未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prospect 在它的QR那边是写到 我觉得是相当的乐观 ok 当然写到乐观不一定就真的会好 只能说管理层似乎是信心满满 那么它有提到啦就是 他们预期这个供应链的瓶颈 在今年应该是有所好转 ok 然后它说中国那边因为他们也放弃了清零的政策 所以相信啊 中国那边对于他们EMS电子制造部门的需求 应该是会有所提升 所以他们就expect这个EMS的部门啊 它的sales应该还会继续的上升 ok 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focus 中国那边的demand会增加啊 然后啊全球供应链的这个瓶颈有所改善啊 这是他们的看法 然后他也说啊其实他们目前 在开发哈 他们自己的品牌的这个呼吸机啊 ventilator 因为他们手中有一个啊 别人的品牌的啦 就是NASA-JPL的这个呼吸机 他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品牌了 ok 可能他会啊里面做一些改啊 一些调整还是怎样 然后啊他是说目前这个自家品牌的ventilator 正在做啊testing 临床的测试哈 因为啊他说 他们需要拿到测试出来的好的报告啊 那么拿去卫生部的话 啊卫生部才会approve了 才会批准你的这个啊 自家品牌的呼吸机 啊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了ok 所以说目前是在一个testing的阶段 当然他们也啊当然是记以后忘了啊 如果有自家的呼吸机的话 那么未来这个medical啊 医疗产品的市场 你可以啊就可以销售他们自己的这个ventilator ok 所以啊总的来讲 当然股价啊六个月从底部啦飙了76%上来了 只能说起了一轮上来 so啊但估值方面啊我只能说不便宜啦 因为marketcap1.5亿 然后啊这个季度只是小小赚了21万啊 基本上是一个break even的状态 当然如果像他管理层所描述的那么美好的前景啊 就是如果他的emx电子制造的部门可以继续提升他的sales 来一个break even的话啊 那么当然整个集团的表现就会更加的亮眼 然后如果他印尼的这个cloud的公司股份啊收购多36%的话 那么当然cloud啊他们也很看好cloud未来的一个demand需求啦 他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所以他们也是有信心cloud的部门的这个业绩啊 理论上只会啊走高啊在啊未来的时候啦 ok 所以我只能讲啊当然如果未来前景是如他们所描绘的那么的美好的话 啊当然一家公司会成长的话股价也是会跟着成长啊 ok 我只能够这样讲 不过啊固执方面目前来看啊我只能讲不便宜啦 ok 目前来看啊 ok 条件是这样子 但公司啊净现金了哈 3736万接近4000万的cash在手 所以他要去收购多那个36%股份啊是啊没有问题的哈 因为只会花一个460万在那边 然后啊 current ratio 2.52倍也算啊不错了啦 ok 他的一个啊资产负债表 所以当然他的股指啊他的股价主要去到更高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啊条件 就是他业绩要稳定了 stable 他不能讲一下赚钱然后下一个季度又亏钱 然后又赚又亏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话 他的股价是很难提升的哈 ok so他的业绩必须要像 let's say D&O 这样子 啊一直赚钱哦 想要赚越多的那种trend啊出现的话 那么我会说他的股价肯定是晚上充的 ok 这是他先决的一个条件 所以啊简单分享的哈 最后还是要 disclaimer 啊那四个字就是啊买卖致富 ok 这啊四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好最后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资讯啊 记得把它like和share出去 希望我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哈打开铃铛 便能够以最快速度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啊到最后感谢大家这边抽出时间收看 那么再会拜拜